然後後面的話就是要把這個東西格式化 後面要格式化成什麼? Format Text 那可是Format Text你不知道沒關係啦 逗點 還記得嗎? 這個在按右鍵格式化裡面 如果你要月的話是什麼? MM 有沒有 然後日的話什麼? DD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那只是說在儲存個格式 那不過除了格式裡面做法跟這邊是一模一樣的 你兩邊是可以套用的 好 這邊 那如果你要加年的話你就歪歪歪歪 可是你那個日期是選check-in的日期嗎? 還是booking的日期? 就check-in的日期啊 就這一天啊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最後是01-06嘛 所以就是這一天的日期才對 OK 就是check-in的日期 然後後瓜糊 打勾一下看看 好特別注意喔 就實際上就是這樣而已啦 第二個 打勾看一下 有沒有 01-06 這個時候我們就做出 第二個部分了 應該知道這個意思 第一個是查它的縮寫 加一個串接 好 再加一個 check-in的日期的 那個月跟日 格式化 and 再加什麼 加上它住幾天 它住幾天很簡單嘛 把check-out -check-in -check-in 再加一天 因為它剪它 把自己這一天還沒加進來 所以在 因為它算日 算住幾天 所以它再多一天 多加一天 不然你這個剪它變幾晚 不是幾天 好 打勾一下看看 有沒有 -3 然後再and 它的first name and 那first name剛好在h2 有沒有這個 打勾 好 做完了 點兩下 全部 一次幫你把bookingID 全部做完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如果你懂得 幾個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 VIRU函數 去查它的縮寫 第二個是 它的那個 把這個日期的格式化 做出來 然後再算 這兩個日期 相減 再加一天 再加上它的first name OK 這樣的話就完整 你check一下 這個地方千萬不要做錯 因為你如果做錯了 後面的那個bio list 會對應不到 會沒辦法去查到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不要做錯 OK 好 這裡的話想各位先試試看 這個 就是bookingID的部分 先把它做完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以後呢 你要產生一個ID 只要你有規則 就可以很快的 幫我把這個 任何的那個 比如說產品編號也是一樣 product ID 或什麼ID等等 可以把它產生 那 嗯 嗯 嗯 如果您有浪為 好